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已经44岁的严承旭 依旧有着独有的纯粹气质 从流行花园中的道明寺一角爆红后 严承旭一直给人一种敏感忧郁的感觉 甚至有人说他身上有着异岁感 脆弱中又不知如何与世界相容 与道明寺角色的截然相反 严承旭孤僻沉默的性格 也让他的人生失去了很多美好 最让人遗憾的便是 他和女神林志玲的那段美好恋情 最终走向了不圆满的结局 当年每次谈起这段恋情时 严承旭都会说是自己不够好 给不了对方安全感 而这种敏感又孤僻的性格 其实影响了他的一生 而大众也很关心 他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严承旭的故事 有人说不幸的童年 要用一生去治愈 严承旭便是如此 当年很多人看完《道明寺》一诀 都认为严承旭现实中 也应该是个自带霸气的附加子弟 可现实中 严承旭的童年 却是非常的不幸和悲伤 1977年 严承旭出生在桃园 原名叫廖阳镇 家境非常的贫困 是一个穷小子 他家到底有多穷呢 严承旭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生病 因为没钱去医院看病 后来每一次生病都是父亲自学后给他打针 吃的药都是山上采的草药 因为家里穷 严承旭最怕被人看不起 所以内心是挣扎的 更加让一家人痛心的是 12岁那年 父亲因病去世 留下母亲 姐姐和自己相依为命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因为父亲的离去 变得更加寸步难行 严承旭读五年级 就开始了打工生涯 因为年纪小又没读过太多书 严承旭只能干一些最底层的工作 比如工人 服务员 摆地摊 做酒保等等 小小年纪就尝遍了生活的心酸 因为家里太穷 严承旭时常感到自卑和敏感 甚至是沉默地不善沟通 母亲平时过日子非常节俭 有时候严承旭因不善表达 和母亲争吵了起来 由此可见 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又遭遇了不和谐的关系 严承旭的性格变得极其敏感 上学时 严承旭因为家里太穷 也常常被同学看不起 这也深深触痛了他的内心 渴望被人在乎和关心 这样的心态 一直伴随着整个阴霾的童年 原生家庭的痛 虽然让严承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但上天也给他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 到了高中后 严承旭因交不起学费 无奈退学 开始进入社会闯荡 由于外形俊朗 严承旭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他成为了一名模特 成为模特后 严承旭的人生至此发生了巨大转变 甚至做梦也没想过 会成为一个时代偶像 2001年已经是模特的严承旭 被柴志平发掘 让他参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电视剧 这部剧就是经典的流星花园 也是偶像剧的开山鼻祖 这部剧播出后 瞬间风靡大江南北 F4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偶像男神 而饰演道明寺的严承旭 更是成了四个偶像中最亮眼的一位 瞬间成为了顶流巨星 刚出道就登上了人生巅峰 这让严承旭自己都没有想到 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一部流星花园彻底改变了严承旭的命运 也让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凭借道明思义觉得爆红 严承旭开始努力朝着自己的 时代偶像之路走去 但似乎并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从小就自卑的原因 严承旭爆红后 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一切成绩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严承旭依旧是不自信的 童年的不幸经历 再次成了他人生的枷锁 其实不是谦虚 我只是觉得自己真的少很多东西 所以在此后的演艺生涯中 严承旭给人的感觉始终是若寄若离 而且非常神秘忧郁 因为流星花园太过成功 所以严承旭也很难迎来 演艺事业上的突破 转型很难 再加上性格上 不是那种野心勃勃之人 严承旭很少再有经典作品出现 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 这样的性格不但影响了事业 日后更直接击败了自己的爱情 后来严承旭每次走进大众视野 还要和他那段经典恋情有关 在严承旭做模特的时候 就结识了女神林志玲 那时候两人同属于一家模特广告公司 相识于微识的两人 因为工作原因渐渐产生了感情 最终走到一起 彼此相互取暖 后来严承旭因为拍摄流星花园爆红 两人的绯闻也开始不进而走 但彼此没有选择公开 不公开的原因 可能正因为严承旭已经是当红偶像 所以只能转向地下恋情 尽管两人爱得小心翼翼 但爱情的踪迹一直随处可见 2002年两人被拍到一起看电影 2003年 两人又被报到进入某大厦 待了9个小时 种种迹象都足以表明 两人的恋情一直处于非常甜蜜的状态 后来林志玲在2004年 因为拍摄了一条广告而走红 身价暴涨成了台湾第一美女 两人都相继走红 所以恋情也就一直没有公开 直到2005年才阴差阳错公布于众 那一年林志玲手机拿去维修 结果她和严承旭的很多亲密照片被曝光 就这样两人的恋情算是彻底被大众知晓 最终成了一段世人皆知的爱情童话 她曾说我的本性里面其实真的很孩子气 对方真的太完美了 自己会自卑 这段恋情被曝光后 金童玉女走到一起非常般配 也纷纷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可原本可以大方公开的恋情 在两人这里却依旧变得藏藏腻腻 严承旭和林志玲还是没有大方承认 而且林妈妈总是希望林志玲嫁一个妇人 她给女儿介绍对象不是台南的旺族 政府要员的翻译就是大林富商 当年林志玲与邱世凯谈恋爱 林妈妈公开表示很喜欢邱世凯 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 她没心没肺地指责严承旭 如果严承旭真爱林志玲 那就不要再炒作了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再提起就没意思 不然这会影响到林志玲以后的婚姻 台湾媒体看不下去 让她有话好好说 到了2005年林志玲在拍摄广告时意外坠马 直接把胸部六根肋骨给摔骨折 当时严承旭正在韩国拍戏 得知消息后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义无反顾地跑去医院 看望林志玲 就这样两人的绯闻恋情不攻自破 可这一次患难与共的事 却成了两人分手的导火索 严承旭见到林志玲 心疼不已 却又不知怎么关心 甚至连拥抱的姿势都弄不明白 两人只能无奈大哭起来 随后不善言辞的她原本想安慰 却稀里糊涂地说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 尽管本意是好的 但彼此却因此有了一些隔阂 甚至是宁吧 或许是太过爱彼此 才导致了感情的若即若离 让对方没有安全感 两人感情渐渐滑到了低点 最后已分手结束 后来严承旭回忆这段经历时 在书中这样说道 公主生病的时候 王子在打仗 王子说她不管了 她要放下战争去看公主 但是战友说 外面枪林淡雨 所有人都在看你的动静 你现在去是自投罗网 王子还是逃了出去 到了公主的地方 推开门 哽咽着连对不起都说得支离破碎 她连怎么抱她是最好的姿势 都弄不明白 终于跪下来大哭 女孩也哭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 在受苦的时候 想要接近会那么疼 两人的分手或许是外界的压力 但更多是严承旭敏感 与自卑的性格所致 她很爱林志玲 但只会做却不善言辞 反而会让对方感受不到爱意 越相爱却越伤害 我让她离开 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她 你如果真的很爱过一个人 应该就会了解 2006年两人分手后 严承旭在演唱会 特意感谢了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 就是林志玲 转眼多年过去 林志玲登上快乐大本营 现场读出了 严承旭写的那段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她眼含泪水并感到遗憾 没过多久 严承旭也上快乐大本营 她说来的原因 是因为林志玲来过 提起这段感情时 她自责地说 是自己不够好 还没有能力给人家安全感 两人在一起这些年 从未真正指名道姓 大胆公开官宣过恋情 这也算是一种遗憾 时光仍然 2019年6月6日 林志玲突然宣布结婚 一时间登上了各大热搜 林志玲的突然结婚 让很多网友难以接受 准确说不能接受 新郎不是严承旭 当时有人把林志玲 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严承旭 她只是送上了祝福 便转身默默工作去了 但内心中的五味杂陈 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直到如今 严承旭和林志玲的爱情故事 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一男平 就像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爱情 破灭一般 两人有缘无分 或许已是命中注定 严承旭已经44岁 依旧是截然一身 也没有任何绯闻 和林志玲走向了 不同的人生轨迹 童年的那些经历 成了她一生的伤疤 深深影响了她 但人总要成长 人到中年 或许才能更懂自己 更明白别人 也许她已经成为了自己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